我作為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這個參與任何職務 或者是參與中國國民黨任何的選舉 它是一個權利 它也是一個義務 我們絕對不會容許有這樣子 彩虹線的一個行為產生 選舉中常會的委員的部分 我們在最近看到很多的質疑 當然也包括執政黨的委員所提出來的零零種種的質疑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中國國民黨都有在注意 我個人是法律人 所以對於我們黨內所要求的各項規範 我一定是會去嚴格的執行 這個是第一點跟大家報告的 第二點呢我要提到的就是 其實中國國民黨在今天 我們是一個在野黨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資源 所以每一位出來參選的候選人 他都是抱持著一個承擔責任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並沒有什麼利益可以取得的 尤其中國國民黨在執政黨的迫害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不管是黨產也好或者其他的內容 甚至提出來附水組織等等的這些受迫害的情形 我相信全民都看在眼裡 我們作為一個端正的一個參選人 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正派的一個政黨 我們絕對不會容許有這樣子彩虹線的一個行為產生 我對中國國民黨有期望 我對他有期待 那麼這個期待呢不能夠單純的只是被動的期待而已 這個期待呢我必須要能夠 如果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黨員也認 黨代表們也認同我 讓我進入這個中常會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把我的想法 然後我的這個 基本上認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怎麼樣子改進的一個理念呢 能夠在中常會裡面 這個最高的一個決策的機關裡面能夠彰顯出來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